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們這次跟Veltra合作 再來體驗五個在東京 一般的觀光客比較不會體驗到的深度有趣行程喔 道館為在東京鐵塔旁的機械鎮新會館 全程都有專業的英文翻譯 從武士的坐姿 到武士的走路姿勢等都有詳細的教學 接下來就從木道開始 學習如何平坎 縱向的砍擊 側面的砍擊 如何反擊對手 還有真刀的演練 甚至連手裡剪的教學也有 是一趟非常完整的體驗喔 來介紹的就是藍染的植物的原料 剛接收了很多就是藍染相關製作的方法 吃一下這個 文做完了請問一下你這個主題是什麼 我主題就是叉燒肉 就看一下成品會怎麼樣吧 包伯主題是因為要拍攝所以沒有時間 就什麼樣放得下 接下來體驗 藍染喔 我們現在要把它放下去 那要用力的擠壓 染完了 完成了 完成了 來看看包伯的 小心換上正式服裝 學習站姿 跟著老師的口號學習打擊 當然也有英文翻譯 循序漸進的增加難度 再把剛剛學的應用到大的太鼓 很震撼 就是你感覺死金真的全身的力量在打 從車站搭乘巴士前往港口 從車站搭乘巴士前往港口 有中文導遊解說沿路的風景 抵達港口囉 要上船啦 哇這是Hotel的吧這個 我沒有搭過這麼高檔的 在我後面的就是我們這次搭乘遊樂的餐廳 在這次搭乘遊樂的餐廳 今天拿這個Siphany號上面吃霸奴料理 我覺得一邊看這個一邊吃飯 是前所未有的動靜的體驗 自門大樓出發囉 導遊會一邊騎腳踏車然後一邊帶著你走過不同的景點 這種邊騎然後邊停下來看景點的旅遊方式我覺得很有趣 現在所在地就是銀座的巷弄裡面啦 偏望竹地市場 我們騎著騎著已經來到了 紅州了 就騎著我們來到台廠的海濱公園 在鏡頭的就是真上寺 是真上寺旁邊吃紅 看同一天啊 竟是最漂亮的 這次體驗了這五個行程 希望大家會喜歡喔 我是偉恩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